看到你们俩就是感觉特别幸福 我看到的就是说 我估计很多人 但凡是有过这种爱恋经历的人 看到你们俩一个动作 一个微笑 都会不自觉地沉浸进去 其实在这里我是想说一句谢谢 真的是特别想说这句话 我特别感谢当年那些 特别有爱的人 把你从死神身边拉回来 留在这个世上 才能让我们今天 能够为你所做的这些善举 而为之感动 谢谢你 谢谢他们 给了我们这次机会 此次来到节目 除了分享自己的故事 殷建行 还要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 他的心愿到底是什么 最终他的心愿会实现吗 你们现在是不是就愿意听祝福的话 如果要说这点反面的话 能接受吗 没事 我们都不介意 真的不介意 真的不介意 相识两年了是吧 两年 后边还有多少年 还有多少个两年 想过吗 肯定没有认真地去想 但是应该有一个憧憬 这两年我们是热恋当中 但是我们将来面临着今后的生活 毕竟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 扎扎实实地过我们的日子 在今后的若干的两年当中 希望你们能够像现在的这两年当中 一样的相互帮衬着 相互依托着 相互依赖着 去过幸福的生活 行吗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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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浴火重生 让我们看到的是 殷建行崭新的 充满光彩的人生 特别是又和一个漂亮的姑娘相遇 我们真是要把所有的祝福 要送给你们 那就是我想能够通过自己 然后给海里吧 给我们两个能够去办 一场这个一个浪漫嘛 很温馨的一场婚礼 婚礼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这两年一来 他在我的身边 他就是没有跟我要过多的要求 我觉得就是说挺愧对他的 所以说我要想 以我自己就是说这个最好的 这个展示真诚 然后去为他办一场就是说 很温馨的一场 很幸福的一场婚礼吧 这就是我的一个梦嘛 这就是你想送给他的礼物 对对对 一个礼物吧 你知道他有这样一个心愿吗 不知道 你不是说想要一场婚礼吗 但是我在想啊 你看场地也有了 灯光也有了 新郎新娘都在呢 司仪也有 这证婚人也有 对吧 咱俩还有这么多观众 我就是为赵婚人而出生的 行不行 行 我就觉得就是说不敢相信 就是 就是说吃 每两人在过儿 不必要就是什么 穿得好呀 吃得好啊 平平淡淡就是很幸福啊 就是 给自己现在的人在一块儿 干啥都觉得很幸福 很开心 今天给你喜上佳琪好不好 我们来让他们梦想成真好吗 来吧 我们今天一定要送你们一个 浪漫的婚礼 来 我组织一下这场婚礼啊 小伙子 我想问你一句啊 这个 接下来这个隆重的仪式 你是想用真面目示人呢 还是 想继续保持现在这个样子 我想要用真面目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 欢迎新郎入场 来 亲爱的海力 亲爱的媳妇 今天我像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当着所有老师的面 还有我们主持人的面 还有我们正婚人的面 在这里我向你求婚 表达我的对你的爱意 请嫁给我吧 好 我们欢迎新郎新娘入场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的是 殷建行和汪海丽女士的结婚典礼 我们首先用掌声祝福她们 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 所以我们俩的大好日子 两年以来 我没有过多的对你的 这个 呵护和关心 老婆 辛苦了 这司仪还没说让你们拥抱呢 就已经拥抱了 来吧 姑娘跟你说了 老公 感恩你老公 很高兴 在二零一五年的岁末 我能站在这个里台 为这对新人做正婚人 是我一件非常荣幸的事 要知道今天这对新人 新郎十年前 有一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 变成了丑小鸭 这个词是媒体上的词 不介意吧 但是八年后 一只白天鹅飞进了她的生活 让我们为这对新人祝福吧 祝福你们 最后我宣布殷建行汪海丽的婚礼 礼程 你现在可以拥抱新娘了 可以亲她了 最后我们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祝福他们一生幸福白头偕老 节目录制结束后 节目组决定送殷建行小邦一份特殊的礼物 免费为他们拍摄婚纱照 我觉得这小伙子非常了不起 挺让我佩服的 然后他们的故事也挺打动我的 然后我也挺愿意帮他们的 愿他们幸福 殷建行的英勇行为赢得了大家的钦佩 也赢得了一份美丽的爱情 我们希望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 永远快乐幸福